按右键嘛,然后选 New Material 按下去以后,这边就是先更名 就像这一样,所以这边呢,现在就是这个材质球,要点两下 然后去打开来,它这边呢,大概就会有一些基本的属性 有Base Color, Metallic, Specular, and Stropic, 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你基本上也要认识,像Base Color就是 它的这个材质的颜色是什么颜色,Metallic 是那个金属度,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它的亮部,它的亮部本来是白色嘛 那你那个Metallic的数值如果很高的话,就是说 它可能你设的那个基本颜色,比如说是黄色好了,Metallic 如果设到100,它这个亮部就不是白色,就是黄色 Specular就是它那个亮部的颜色,或亮部的强度 那Roughness呢,是它的那个粗糙度,所以数值越小 表面越光滑,会像金面一样,数值越大,它会越像那个 石头,或者是像纸张一样,就是它 它比较粗糙,所以它没有办法反射周遭的环境 Anastrapid,它的意思呢,其实是说像头发,或者像CD 表面有一个细的那个凹槽,然后那个凹槽呢,会导致它的反射 它的反射会是细的直线,细细的直线 所以Anastrapid,它有一个名称,那名称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你只要记得就是表面有细微凹槽,导致的反射,或者是亮部 Evis Colors,指的是说像车灯 它会发亮,所以就是发出那个光线亮度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看,这边应该是 应该是要干嘛呢? double click,点两下,这边现在要选的是subsurface 什么是subsurface呢? 自从上次 就是Google出来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再也不敢用自己的 所以就乱七糟糕了 这很恐怖好不好 所以subsurface,我先给你看一下 什么是subsurface subsurface指的是像 scattering,我再打一个scattering scattering subsurface,scattering 就是science,它通常指的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说,有些东西它会透光 像葡萄,或者是手 那它进入那个物体以后 它这个光线会透出来 这种叫subsurface scattering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选这个 subsurface 那选subsurface的原因是因为 它根据官方教训 它是说这个选项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它的shading model 就是它的shading model shading 它的意思是说就是上色 是什么样的上色模式 其实就是说3D的一个 一个材质的一个模组 一个演算方式 所以我现在回到这里 我们先来double click 点两下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shading model default delete LETE是受光 预设是怎么样 就是光线怎么照到它 一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要选subsurface 所以这边现在是另外一个结果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点像蜡烛 蜡烛啊 葡萄啊 玉啊之类的东西就是像这种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选subsurface以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好,这边呢 现在是按T 然后呢,会产生一个贴图的节点 会出现在我们的那个 网络里面 贴图的网络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到这里 我们现在按一下T 在这个视窗按T 它没有出现 那没有出现的原因 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是不是我直接按这边tester tester 然后再来呢 tester 哇,也太多了吧 这样子有点痛苦了 输入法 这边我又看不到中文 有英文 所以我应该是不是要先到 这里 去选 输入法 输法在哪里啊 这边 语言 语言 加英文 我发现很奇怪 就是最近 我好像上课的时候 用英文好像也没有办法解决 所有的那个快速箭的问题 英文 以前是都可以解决的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好像不知道这个问题 下一步 快要睡着了 也不错了 这样就可以混到下课 然后再安装 诶,有了 OK,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现在是切到英文的吗 英文 OK 所以呢 按t 还是没有出来 我其实有点不太清楚原因是什么 那我看一下啊 今天讲一写的是不是 shift t left click inside 哦 要hold 所以要t按就不放 shift t呢 也不行 我真的不懂 有些东西就是自己做的时候都没问题 为什么他需要做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节点我看一下 这个节点是什么 这个节点是 Testure Simple Note OK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就干脆直接按右一键好了 直接叫出来好了 Testure Sample Note Testure Sample Testure Sample Testure Sample OK OK 这个 好 叫出来以后呢 我们现在看下一个招法吧 我们现在最起码需要有两个Testure 所以 刚刚那个步骤要重复一次 所以在这边呢 再叫一次 Testure Sample Note Te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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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le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Testure Sample Note OK 接着 下一步是要干嘛 接着甚至 我们现在要看到 Testure Property 点两下 我们要去把 颜色连到 Trock 04 D Testure Sample Note 好 我现在把这两个接点拉进来 这两个接点要怎么拉进来 拉进来以后就让大家先玩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 对 这里有两个贴图 就是我们刚刚说要下载的 这样直接拉进来就好 对 那再来以后 再来就是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怎么要连呢 这边要连的方法呢 就是这个图呢 它的这个 RGB 要连到 一个是连到Normal 这是法向量 另外这边呢 RGB 是要连到Face Color 那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是 诶 等一下 这两个都是Testure Sample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节点是白做的 我突然发现 这两个节点是一样的 Delete 然后呢 你现在看一下 这边上拉过来 这个呢 是颜色要连到颜色 Base Color 就是材质的颜色 然后这个RGB 这个是 法向量贴图 就是 三个Channel分别代表 物体 左右 上下 还有前后 造成的凹凸的效果 所以呢 这是法向量凹凸贴图 所以贴在哪里 贴在Normal 就这样子 好 所以这边呢 现在会有颜色跟凹凸 所以就先贴在Base Color 记得是颜色 Normal 是法相当贴图 好 先坐到这里吧 那画面还给你 而且我有一个感觉 示范 1 3 2 5